最終發生的一起竊案 警方發現 前犯是齊全的三輪腳大車來行竊 原來這名男子自稱說 他因為缺錢花用 觀察到這一戶民宅的這個屋主呢 在出入之後呢 都會把鑰匙放在花盆下面 因此呢 他觀察了很久之後呢 趁著屋主離開 把這一個花盆拿起來 拿走鑰匙之後呢 進屋來行竊 不過呢 當時屋內並沒有什麼財物 只有一支手機是放在桌子上的 男子呢 相當高興的把這個手機給拿走 後來發現手機竟然是壞的 不過呢 雖然手機壞掉了 但是這名男子竟然還一想天開的 把手機裡面的SIM卡給抽取出來 他說呢 這是要備用的 不過也因為他保存了這一張卡片 雖然還沒有開始用 也讓警方逮捕他的時候 把握到竊缺證據